大家看我的腿就是短了一截就是右腿 因为小时候的一些原因造成了这个 这边右腿有毛病 就是现在走路就一拳一拐的 因为这两天我感觉就是 因为这边受力比较多嘛 我是用后跟走路的 所以现在就后跟这里特别的疼 就是刚才就跑步 跑步就是跑的时间短 走路走的时间短 没觉得怎么样 就是时间一长了 感觉就是全部力都是压在这只腿上的 后跟都是那个老茧 现在这两天天气有变化 因为上有一次就是腿摔断了 然后到现在就是天气一变 就感觉特别的疼 还有这边这个膝盖是特别的疼 好 大家好 因为我刚才怎么就是给大家看我的腿 就是我妈打电话给我说 我有一个姑妈 原来就是那个疾控中心的医生嘛 现在她已经退休 她听她的一个同学就是已经老了在省城里面的医院 就是说我这种腿就是长短的可以接骨 然后就是用我身上的一小块骨头 那就是在下面小腿上接上 然后腿就没这么娴舒 就是长短 没有这么大了 但是她说要就是如果接这个骨头的话 她一年磅仔是好不掉的 就是最初要一年 还要我的身体状况要好 没有高血压心脏力 她说叫我考虑一下 就是早上她我妈打电话跟我讲 她说她听就是我姑妈就是告诉她的 但是我想我这个手术应该就不会做 因为怎么说现在我的岁数也差不多40岁了 就是如果再做这个手术的话 因为就消耗我的很多的 这个身体的技能就没现在好 因为现在我本身就身体不太好 就是高血压心脏上面也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手术我告诉她就是不打算做 第二个问题就是钱用的也比较多 她说要多20万应该是 她的意思我姑妈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做手术一年内就是恢复期 然后以后走路就没有现在的困难 但是我感觉现在走路也不是太困难 就是现在走的时间长了 这个腿也疼一点 但是也不影响我工作 只是有的时候天下雨会比较痛一点 但是我感觉也没有那么影响 所以这个手术我也不想做 把门关上有点吵 其实我知道她们也是为我好 就是怕我以后老了就是这个腿脚不方便 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因为我一个人了 但是说实话这个手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她说昆明做比较便宜一点如果要做好一点就是什么北京啊上海啊 但是这个经济条件也还是没有达到做这个手术的经济条件 因为现在我爸妈也老了就是我自己也没有能力做这个手术 因为现在也被影响了我的生活工作 等我以后真的是走不动还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不论是坐轮椅啊还是怎么样 我也默认了因为我这三十八九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影响也不太大 现在就自己注意一点 然后不要走路不要走太多也影响不大吧 在我小的时候我爸就十多岁的时候就要说 我问我这以后安不安甲值安甲值的话就要从这个膝盖这里给锯掉 然后安甲值但是后来也没安 因为安甲值的话就没有这个真的脚这么方便 因为我同事有一个就是前几年就出了车祸 然后安了甲值走路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蹲下去这些都不太方便 每天还要缠好多的那个布 有的时候就把路走多了就把那个膝盖给窝破了 也是经常都会的 所以我也没有考虑安甲值 就这样还行吧现在 我妈说叫我考虑一下 等一下我就打电话告诉我姑妈这个手术 我暂时就打算做了 我有好多眼晕在里面 只能就是感谢他们一下就是对我的关心 还经常是问我的腿什么会不会痛之类的 我也很感谢就是家里面的人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关心 在这方面 好了现在我要去工作了 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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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